杨明大学与卫福部合作 进行高利人口较多的城市安老培力计划 在学生的服务下 三支区引发长辈有很大的进步 在计划成果展中 还有福城社区的老幼 一起来表演乐器以及打击太古 一块去看看 杨明大学两年前开始进到三支社区 为长辈们服务带动长辈健康 今天在农历年前举办成果展 不但可以见到后厕里的长辈们 动健康手脚相当利索 还有福城社区的老幼 也一起来表演乐器及打击太古 又此可见长辈的进步 以及学生努力的成果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里市长 带领福城社区小朋友 来跟我们关怀祭典站 表演太古各项娱乐活动 同时今天也是杨明大学 特地来立临我们的关怀祭典来指导 同时也邀请教育部各位委员来 意思就是来考核我们的关怀祭典工作的情绪是怎么样子 我们这个关怀祭典会遵照我们政府的政令继续来推动 同时感谢我们这个里面的大家这个通力合作 经过因为我们最好最早的我们的后处理就是这里 我们的后处理今天是因为老师 很多美丸带来这里看我们的表演 主要是要开卸我们来做一个评件 这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这个立方圣 杨明山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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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在阳明大学与卫福部的计划之下 后挫理逐渐产生乐祸英法村的动能 社区的志工也有能力自己带着长辈们动一动 这就是安老社区赔礼的目的 就感觉上长辈笑容很多 然后他们也非常乐意做一些活动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社区能够自动自发 自己来安排活动 让这个据点能够永续经营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 那我们学校老师来这里 其实基本上是陪伴跟陪力 那最终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社区 能够让这样的计划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两年多下来 杨明大学要给社区的不只是一次性的服务 而是延续性的社区自我成长 如此一来计划结束之后 志工们还是可以带着长辈们运动学习 不再处于被动的状态 还是可以主动策划活动 筹备引发健康课程 要三支区的长辈都走出户外 与老伴们一起越活越健康 记者料品和三支采访报道